姑奶奶家的香肠是高粱酒加绍兴酒的香肠 内含Double酒香味的香肠你有吃过吗? 这是高粱加绍兴酒香肠的所有材料表 请参约 接下来介绍制作过程 首先需准备的是粗的猪脚肉 约一公分大小的丁状 先加入盐巴 接下来加入糖 再加入肉桂粉 五香粉和胡椒粉各少许 五香粉和胡椒粉各少许 红糟两汤匙 酱油也是两汤匙 高粱酒是用58度的 高粱酒的量比较多需用到140克 最后加入70克的绍兴酒 然后拌匀所有的材料 拌匀后就可以放入冰箱冰一个晚上 让它更入味 经过一夜后就可以灌香肠了 首先肠衣需先泡水半个小时 然后用水清洗肠衣的内部 洗净后用米酒泡着备用 灌香肠的步骤如下 首先需把肉斗套入长衣中 再把肉馅放在肉斗上 然后用筷子帮忙将肉馅塞入长衣中 灌好的香肠前后端必须留出一小段距离 然后需再准备约200克的米酒 再用米酒来清洗香肠的外表 再用纸巾将香肠外面的水分擦干 再用纸巾将香肠外面的水分擦干 再用蒸帮忙把肠内的空气排出 再用手捏出你想要的长度 再用手捏出你想要的长度 然后放到室外风干一天即可 然后放到室外风干一天即可 一天后如果没有马上要食用 就可以放入冰箱冷冻 煎香肠 煎香肠可以先在锅中倒入约一碗的水 然后盖锅小火蒸煮约五分钟 Gog 当水蒸干后 调 altern隔 调整整鸡蛋白 就可以出锅了 香甜焦汁又酒香铺鼻的香肠 就可以上桌了 如果您也喜欢酒味特浓的香肠 可以试着做做看哦 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你订阅 你的订阅是我最大的鼓励了 谢谢你 再见